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解读中国古建筑里面的一个细节之处 就是悬鱼 这个部位就叫悬鱼 它是悬着的 最初呢 有鱼的式样在上面 叫悬鱼 不过呢 后来这个悬鱼呢 不仅仅是鱼在上面而已 它可以有别的式样 悬鱼是挂在哪里呢 它是挂在悬山或者歇山建筑底下 悬山或者歇山底下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像不像山 这像山对不对 这个就叫悬山 另外有不同的有一种叫歇山 悬山歇山硬山 刚硬的硬 是稍微有所不同的 然后呢 这个悬鱼啊 挂在哪里呢 挂在悬山下面的 搏风板下 那这个就是搏风板 好 大家注意哈 这个后面 叫正极 好像人的极背的极啊 正极 这个叫垂极 好 这就是悬鱼 这样大家清楚了 那悬鱼是从什么典故开始的呢 是这样的 就是在东汉嘛 有一个人叫杨旭 这个人做南洋太守的时候呢 下属啊 就给他送鱼 他收下来呢 都挂在院子里 后来有人又送鱼给他 他就把上次悬挂的鱼啊 给他们看 叫他们以后不要再送 所以呢 悬鱼一词 就变成了 官吏 连结的代名词 那么后来 为什么 在歇山顶 或者是 悬山顶上 挡风板下 搏风板下 垂于正极 挂着悬鱼呢 一种是为了装饰 一种也是提醒我们后来的人 我们这个家庭啊 要连结 好 解读建筑 咱们今天就解读到这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